那存取数据呢是相依赖的 那存了数据之后就要取数据 如果一个数据从来都不取 从来都不需要用 我们知道它从来都不可能用 那我们就不会存这个数据 对吧 至少得有可能用 我们才至少也得是有可能用 我们才会存它 那我们取数据取出来之后 数据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 有些数据我们想要 有些数据我们不想要 它其实就牵扯到一个选择的问题 对吧 而且有时候我们在数据库里取出来的数据 它不是一条 它是多条 比如说帮我选一下所有性别为男的用户 帮我选一下所有年龄小与多少的用户 是吧 但是用不同的条件来选出这样一个组 那我们把这个组叫集合 好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路由文件 就看了一下这个增判改查 那我们就接着上一节课这里的东西可以直接开始做 是吧 我们这掉了一个user user 删除这个方法 是吧 好那我现在把它 这个方法去掉 我们 我们我们可以这样做 说user user user get 是吧 那我们说所有user等于什么呢 users等于user get或者all是吧 这个all方法 那现在这个user就是一个集合 是吧 这个变量 它就是一个集合 选中了所有user 是吧 所有用户都在这个集合里 那我们要怎么直接去查看这个集合呢 我们可以直接dd 是吧 user 什么是dd呢 这是一个larel的一个 一个帮助方法 帮助函数 dd它就等于什么呢 dd就等于 vardump 和die 是吧 那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他就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 让我们就更好调用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访问这个test的路由 我们试一下 这是test 是吧 test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类 这是一个集合 是吧 collection 集合 然后这个集合里一共有多少个 一共有13个 有13个数组 有13个对象 是吧 它是 它是 这个集合是 它本身是一个数组 然后数组里面是对象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 这些 属性 是吧 各种属性 那我们 大家 大家看到 我们可以 比如说可以做一些 users的这些操作 比如说什么 to array 是吧 to array 把它变成一个 什么数组 数组的形式 把所有东西变成数组 那这样一个方法 它其实就是封装在users这个函数 这个对象里的 是吧 user本来是在user这个类里头 是吧 它继承了那个类叫model 它那个model里写了一个 to array这样一个方法 是吧 user继承了 然后这个users实现了 是吧 可以使用to array 是吧 那有时候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把users目前这个集合 它的原型给它指出来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用什么 就可以用all 是吧 users all 这个呢 这个呢 就会返回一个 把users的之前 之前用到的所有的数字返回 大家发现 原型就是这样的 它从数据库里取出来 这样的一个数字 原型是这样 是吧 然后它把它封装成了一个集合 啊 那么用all就会得到 这个数字的原型 啊 这个集合的原型 是吧 好 我们注视一下 那有时候 我们不是从数据库里取 我们直接想把一个数组 变成一个集合 怎么办呢 我们就想用集合里的一些方法啊 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arr 比如说等于什么呢 好 123 那我们可以直接说 嗯 collection 等于什么呢 collect collect 什么呢 arr 是吧 我们这个collect arr 那这个时候我们dd 然后这个 这个collection 大家就会发现 这个我敲错了 是吧 好 collection 敲错了 好 我们试一下 刷新 三个内容 对吧 如果我们return 直接返回这个collection的all 大家就会得到他这个collection之前的 之前的一个数组 也就是这个原型 是吧 也就是原型 arr 那好 我们试一下 我们试一下 return collection all 是吧 刷新一下大家发现这个就是一个数组原型是吧 他最他最初的样子就是这样的 我们把这几个注释一下 collection 我们说这个collection 可以用 他有一个方法叫contain contain 是吧 大家可以指定一个值去找 看有没有这个值 对吧 有没有这个值 然后 我们说 r用r来 来来来 来装载这个结果 是吧 好 我们说return r 是吧 有 第二是 什么 没有 是吧 好 那现在又一个乱码是吧 我们把这个文件的 encoding改一下 然后这个编织什么 没有 好 刷新 他说有 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集合里确实有1 是吧 那我们问一下有没有2 肯定也是有的是吧 那有没有10呢 没有 对吧 他就是用来检查 看有没有 这个东西有没有在这个集合里 还有一个方法叫has 是吧 has 这个时候has 我们用has来确定他是否有一个键叫 叫叫turn 是吧 肯定也是没有的 他是否有一个键 不是值 是吧 我们说比如说1 等于1 是吧 2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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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是吧 3 等于3 他是不是有一个键 叫做tn 是吧 10 10这个键有没有 没有 那我们 那我们看一下 has 10 有没有 试一下 是吧 肯定还是没有的是吧 那我们说 如果是one 就有 是吧 就有 但是如果我们填1呢 没有 是吧 我们预测得到 因为1 他不是键 他是直 是吧 has 这个方法就是用来确定 他有没有这个值的 是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方法 非常方便 叫take 取多少呢 take 这里边要传一个整 一个整形 是吧 比如说取2 那他就会取 从 从前往后的前两个 是吧 那我们直接返回R 是吧 返回R returnR就行了 返回R 看 1 2 没有3 是吧 因为我们只取两个 但是如果我们填 F2 他就从后往前取 从后往前取 1 然后2 开始2 好 你看他变成了 2 3 是吧 从后往前取 这样的R 3 那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 一般很少操作这么简单的数组 那我们从数据库里取出来的 数组 要比这个复杂一些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他有这么多的数组 多少个呢 我们就定 两个吧 我们直接从U字里往出去吧 要不 也可以直接从U字里取 是吧 那我们这里已经有U字了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些 全部注释一下 我们把这个打开 U字还是等于我们的U字 U字 哦 所有U字是这么多 Return U字哦 那 我们试一下刷新一下 现在他会返回所有数据库中 所有的用户 这个地方应该改成U字是吧 因为这个地方才是重复的 U字 哦 等于是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结果是吧 只要他开始输出一个 集合或者数组的时候 直接输出一个集合或数组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个东西给转化成JSON 是吧 其实他是默默的调用了一个users 这样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任何区别 是吧 还是这样一个方法 大家都可以去这个Laravel的官网去看 Laravel的官网 他这里有 collection 这个是集合是吧 这个是一个集合方法的一个汇总 他就有这么多方法 然后底下是每个方法的解释 是吧 你看 这里有for page get group by has 我们刚才说过这个 是吧 plot 他可以取出某一部分 抽取某个字段的数据出来 是吧 pop的话呢 就 他是将一个数 他返回一个数组的最后一个 是吧 将最后一个从集合中移除是吧 和我们的pop方法其实是一回事 像push 这些东西put 其实都不用多说的都不是很难是吧 大家可以下去试一下 有些可以说大部分的方法都很好用是吧 也很常用 好 大家下去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法 嗯 集结课就这样 谢谢大家